创造营在传喜讯,小虎队有望再聚!苏友鹏隔空喊话吴奇隆陈志鹏约犯。 小虎队解散20多年,苏友鹏表示很怀念吴奇隆陈志鹏我们该约犯了。 近日苏友鹏在创造营2019的综艺节目中回忆起刚出道的自己,很快他就想起两位昔日小虎队的伙伴吴奇隆和陈志鹏,还说想约个饭。 法媒想到陈志鹏和吴奇隆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约犯这个消息,吴奇隆说我跟志鹏在等你。 很快陈志鹏也回应别光说不练,赶紧约起来!而且他又发微博表示,兄弟相认实在太感人了!如今他们三人频繁活动打破了此前不合的传闻,让大家对小虎队在舞台上重新合体充满了希望。 作为上市G8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风靡一时的偶像组合小虎队,他们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当年他们的经典歌曲《青苹果乐园》《逍遥游》《蝴蝶飞亚》等等个曲红遍大街小巷, 但是自从1997年解散后,三位小虎队成员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展演艺事业,很少在舞台上合体表演。 自从小虎队1997年解散至今,长达20多年里,小虎队合体的次数趋值可数,第一次是在2002年3月苏友鹏上海个人演唱会上邀请了其他两虎作为嘉宾一起合唱,而第二次是在2010年2月央视的《春晚上小虎》。 队合唱了三首经典歌曲《串烧》,掀起了一波怀旧风潮,而第三次则是2010年2月在央视春晚元宵晚会上小虎队合体也唱了以前的歌曲。 如今一晃又九年多过去了,很多歌迷都盼望着小虎队可以再度和提表演,呼吁的声音一直乐意不绝。 而近日苏友鹏在综艺节目《创造营2019》中重新演绎了改版的《青苹果乐园》,而且还加入新元素《迈哥》非常嗨。 所以他在节目中表示非常怀念小虎队,忍不住放话,小虎队,我们该约饭了。 没想到这句话题瞬间大占了微博热搜,很多歌迷都表示非常期待小虎队重剧,期待他们再度和体。 而苏友鹏也在第一时间给陈志鹏和吴启隆的微博留言。 如今小虎队三人在社交媒体上频繁互动,让很多当年小虎队的歌迷都非常兴奋激动,不少歌迷为他们三人的友情感动,甚至说小虎都要是聚首开演唱会,无论多少钱都要去听呢? 话说回来,不知道他们三人是否会合体开个演唱会呢?毕竟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啊。 可是如今他们三人在娱乐圈都有不同的地位,也各自忙着各自的演艺事业,抽空吃一顿饭很容易,但是找机会中剧开唱演会估计还真要费很大的劲呢? 毕竟如今三日很久没唱歌了,而吴启隆荣声准爸爸陈志鹏也在时尚的道路放飞自己,他们真的能再度合体吗?不过如果小虎队真的合体开演唱会,你们会去看吗?